都说父爱如山 山东的王先生就是这么一位好爸爸 他早年创业有成 经营一家工厂 为家庭打下了丰厚的物质基础 在王先生这里 这一切都是为了孩子 遇到这么一位好爸爸 作为孩子应该感到无比幸福 可面对爸爸的工作和生活上的指导和帮助 小王却不屑一顾 他甚至将父亲王先生赶出家门 可即便如此 王先生依旧是好爸爸风范依旧 王先生为何在儿子面前表现得这般卑微 我都认为我没有一点儿子 都是父母人 王先生不知道这种孩子能够打到他心里去 原来我们人当时那种失误 隐人与退让的背后 究竟隐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过去 面对儿子的指责与控诉 王先生潸然落泪 观察员又为何说出这样一番话 你的成长的过程是 不停地给自己抛坑 从地面上抛坑 把自己给埋了 你分明是一种退行性病变 就俗称叫幼稚病 在我看来 父母是可以道歉的 一起走进今天的金牌调节 好爸的大烦恼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岁市金牌调节 大家好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解员 胡建云 欢迎胡老师 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 欢迎大家 欢迎今天来到调解现场的一家三口 父亲王先生 母亲邹女士 儿子小王 我们首先还是先了解 大家各自有什么样的诉求 我的诉求呢 就是儿子从2016年毕业 他的工作生活 还有他的婚姻 原地踏步 停滞不前 可以说养活不了自己 不能自取其力 我认为我丈夫有一定的责任 首先让他老公先改变 我明白他的意思 他指的就是 叫我不要过度地迁就孩子 我认为吧 我还不说是迁就他 我的出发点是好的 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跟孩子相处 我希望他们就是少点儿子 就是给我一个足够的时间和空间 去慢慢来 就是用正常人的思维 解决不了他的问题 他有他自己的一套理论 我也希望儿子 不要自知其力 不要依靠父母 邹女士告诉我们 儿子小王性格内向 加上在外读书时 染上抽烟喝酒的恶习 不思进取 夫妻俩对他的未来很是担心 大学毕业后 小王回到父母身边 邹女士决定抓住找工作的机会 锻炼儿子独立适应社会的能力 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丈夫王先生的一个举动 彻底打破了他的计划 孩子毕业以后 出去做外卖 给人搬家 送快递 一开始他就说 送快递送外卖 别人都欺负的 我说那当然服务行业 对不对 我说你要很让别人不欺负 你那自己就得要站起来 是吧 送了半月 送的很好快递 我认为孩子感觉比较适应了 这时候他爸爸 给他提供了一个 系列站一个工作 这工作一个是很好 而且还给他提供培训的机会 这时候我是不同意的 我说孩子他的自律性差 时间很充足 他这个时间干什么 我的意思就是 让孩子自己成长 但是他爸爸同意 我也阻挡不了这个事情 就让孩子去了 他那会儿 我感觉到 一个是工作没有结果 你想想当搬家公司的 搬家 你想想人家 其他人都是那五大三处的人 他干不了 我担心他在那待不住 再加上你就感觉到 他还学着编导 生活有一个机会 他就能好一点 我老公始终想让孩子 在他的屁股下成长 本人搬家 或者送快递 我都支持 毕竟是靠自己的劳动成果 来养活自己 航行出状元 这个系列站的工作 工作以后呢 三天大雨 两天下往 单位对孩子不满意 他妈妈的思路我也认同 但是我没办法 我不能叫孩子 在这个社会上 老子在家的 就是说成年 就是迷恋一些东西 就是他们做什么事 都根据他们的喜好去做 就是说一张 像一张白纸 他们画什么就是什么 比如选这个专业 我现在想 也不是多喜欢 天天觉得过得不太好 天天都烦烦了 气得难受发现不了就 喝酒然后第二天就起不来 不去培训 没去培训 人家不让我干 也可以说不是他的想法 但是他现在 我可以让人 你现在在问他 你想干什么 他不知道 我想他不能老实在这样 在比方说上躺着 一天去一趟 必要在家里 所以你就来安排 那我怎么办呀 他怎么办呀 怎么生活 我心里是不太服气的 我就想 学法律 我觉得我 比较喜欢 但是我又不是个专业的 就像边干个工作 边学 儿子小王 把消极代工 弄丢记者站工作的原因 归咎于父亲王先生 如此推卸责任的做法 早已让主张儿子 自食其力的邹女士 气不打一处来 他原本以为经历了这次吃力 不讨好的教训之后 丈夫会意识到儿子的问题 与他站在同一战线 殊不知 王先生 听了儿子打算边工作 边学习法律的想法之后 再一次出手帮忙了 两次安排工作失败之后 王先生做出了一个 让妻子邹女士更为抓狂的举动 他把儿子带到了身边工作 工作没了以后 白天睡觉晚上喝酒 这时候他爸就特别心疼 他爸就说你看 哎呦孩子这样 这半月就这样 不把孩子的心体糟蹋了吗 然后他爸爸就这样 到我们自家经营的厂子里去工作 这个我不赞同 毕竟孩子从心里 他就说他因为还没有成熟 我就说了 因为回到那个状态 三天打鱼两天再往 以我的观点呢 就是让他自己受了苦受罪 你如果不去找单位 我就断你的经济来往 我就不带给你连花钱 我是这样打算的 他坚持还能喊得去 不能让孩子在家受罪 我看他老子在家 就不是喝酒 就是干什么 就是没干了一个任何东西 我不能尽量地在家呀 我想在家上场 是不是溜溜 干点杂活 买点东西 办公室的其他的开个会 我要干个这 他力所能及的一些东西 如果即便是在场子里 也要一视同人 同其他的工人一样 还到场子以后呢 把场子当成养老院 想去就去不清辣岛 他表哥当他领导 他不让人管 他表哥管不了 我一给他说 我说不行 你得给孩子说说 他表哥管不了 哎呀 缓缓再说 这个事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就说缓缓 缓缓 其实我表现还可以 我也没吃到过 都行 我在书学公司 就是在办公室 当时一种某人 咱俩不认识 他盯着你看 看一个不认识 你看啥 他就看一两眼就完事了 他一个人盯着你看 他只高强那个镜头 就感觉 就感觉就是受欺负 我就心里就会有气 就是看着一看就好欺负 我在办公室待着就难受 我认为只有自己站起来了 你才能感觉周围的人 不欺负你 所以我说你要成长松鼠 你站起来了 你就不会感觉别人欺负你 你的意思是 他会觉得被欺负 是因为自己太弱小了 对 自己在趴着 最终是自家的厂子 孩子应该要 撑起来这个厂 这个状况我说不行 孩子既然是不去 你要给他扣工资 这个晚去 什么早退 就要扣工资 你对别的工人怎么要求 就要对孩子怎么要求 但他爸爸不听我的 原来说给孩子三千 一个月 后来同学 那三千不行 那给孩子五千 那五千就五千呗 我是报极力反对的孩子 我就说这孩子 还不听怎么样呢 这三千就变成五千了 我还感觉到了 他这个思想有问题 但我没办法 他这个钱 比方说有一些钱 他从外边 处理的一些钱款也好 干什么钱也好 他要去把这个窟窿补掉 在年轻阶段 还有好多路要走 各方面我还不想就要这个这个这个 从那个心欲上各方面 我不想对他造成一个坏的影响 这是一次还是多次 多次 就是一二再二再二三 哪年都得几晚 为什么就不能让他自己解决 你说我看这孩子也很受难 就是说各方面了 他一些情况 我注意他的情绪 注意情绪 对 为什么用到这个词 为什么是注意情绪 放在第一位 因为他一再跟我说 我们在压榨他 在折磨他 我就说是尽量地走到他心里去 他需要这个温暖 无论是贷工还是贷款 王先生同样采取了退让和迁就 如此表达父爱的方法 让旁人费解 更让妻子邹女士不明所以 让邹女士更失望的是 即便丈夫顶着他反对的压力 无条件给儿子创造舒适的工作环境 也没能换来儿子的积极与努力 相反 儿子对工作环境的挑剔和敏感 越来越明显 稍有不顺心 就以烟酒为伴 沉迷其中 从工厂搬走之后 儿子小王做了一件更加疯狂的事情 他把王先生赶出了家门 好 我们的节目继续进行 过父亲节 外甥呢 说给他姨父过父亲节 我们就到饭店去吃饭 吃饭过程上呢 孩子酒喝到一定程度了 就是到那个程度 已经不能自控了 他说给他表哥 说哥你拉着我去 要买菜去 我说你哥也喝酒了 再说你哥那个车是电动车 撑不到这么远 我说你明天一早再去吧 他就不同意 他就特别反感 后来我就出去了 他爸爸呢 也比较赞成我的说法 后来和他爸爸就发生肢体冲突 打了爸爸腿现在还受伤呢 我生气一件事 我当时只是随后一提 我说你送我买菜去 又没有真怎么办 我妈就立马喝着我 就是说你这不行 你哥怎么弄怎么样 后两天就发火 感觉我表哥在那儿我也没面子 然后我想我爸能过来打围场 然后我爸也跟他站一块 我受不了了 他就认为是他爸他妈一块欺负的 表哥拉不开他们两个打架 没办法打得邀灵 到派出所调解的 调解以后他爸爸就是不能在一起了 他爸爸就到外边住的 就是我处不好我就躲开 对 因为没法在一起处了 出去冷静冷静 他烦 看见我这个状态他就烦 他气得很厉害 但是我在卧室他要找我 要我谈这个问题 你为什么这样 后来我就说你那我给你解释 解释也不通 这是表现好的 如果不行的话 他就不理论的话 他就上下边喝酒去 自己个喝 自己个消化 要么找麻烦 要么就自我自己消化 我说那怎么办 我现在逮不下去 就是在邻近的宾馆 一直住宾馆 对 他在就感觉就是有点逃避 不管了 你还打咋地 他一直感觉到这个世界都是黑的 他看不到阳光 我们怎么努力 他也感觉不到 我怎么做 他也感觉不到温暖 现在就说不说你们老是在这 我现在在假议我做的 迎合于他 叫他看得舒服一点 为什么要迎合 但是玩硬的话 效果不好 他更不行 其实我认为我就是因为 没人说话 我记来了很多的 心里面有很多的问号 我解决不开了 跟他们说他们也听不懂 我也没朋友 我只能去试着去做 尝试失败了就失败的后果 我原来性格 小学就特别能说 人家的状态 我都认为我没有一点责任 都是父母责任 即便父亲已经退无可退 儿子小王依旧充满了指责与不满 而父亲王先生 哪怕被儿子赶出了家门 他对儿子的隐忍与退让 也丝毫没有减退 如此举动已经超出了 父母对子女宽容的正常范围 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究竟是什么原因 使得王先生的表现 如此异于寻常思维呢 这一切与儿子小王的童年遭遇 密切相关 我小学就是 伴主任特别喜欢我 然后就让我当伴长 当伴长一年级到三年级是当伴长 然后四年级他不当伴主任了 估计他们就嫉妒吧 然后四年级老师一走 他们就开始欺负我了 到了四五年就没朋友 没得给我玩了 独立我了 以后我就反正是不敢说话 什么都不敢玩 那时候我就是小孩 就是不敢到 不敢上学就是天天 就是他们知道这个事之后 我感觉还是没有改变 性格肯定就变了 初中就说话少了 什么也没当 也没当 组长什么都没当 到高中全都到处 大学大三我就出院喝酒 也不是上课很少 不再诉说住 就是一共跟人的关系都不大地 没朋友 我感觉谁都欺负我 是这种状态延续到了参加工作吗 嗯 这个我感觉不相等 孩子不能拿他爸爸 就不至于放了这么大 这个月 对 不至于这个理由 当时孩子给他爸爸说了 跟我们说一帮小孩欺负他 在放学的路上 他爸爸没有出便 让那个他堂哥 去给他跟他帮小孩 下午下午的就完了 可能说 明白明白 还是觉得这件事情并不严重 对对对 这个确实是我和父 我们两个失职 做得不到位 初中我们没有看到什么变化 我感觉就是孩子 与那个暴力有关 我一开始不接受 我认为不严重 这一千段时间 这几年了 我现在的话 我不接受也不行 因为这个孩子 他走不出来 我现在就是不知道 这种孩子 能够打到他心里去 他能够原谅我们 原谅我们的那种 当时那种失误 当时我们也是 年好多吧 我们家也不是在城里 都是我们两个 也是刚刚毕业 自私其力 前的工作 也都是 当时正好 厂内都是破产 下岗 当时是相当紧张 第六个月也没顾到孩子 所以王先生心里 是一直带着这种 自责的心态 对 他在任何场合 都说我亏欠孩子 是有这方面的原因 但是应该 只能说占一部分原因 明白 妈妈觉得不能 至少不能因为这一点 而影响现在 是这个意思吧 对 母亲周女士坚持 儿子童年时候的遭遇 不能成为当前 不上进 不努力的理由 丈夫王先生 更不能以此为由 无条件 对儿子隐忍和退让 父亲王先生 则认为 对儿子童年的缺位 才导致他 一步步陷入 当前的困境 作为父亲 有必要尽全力弥补 这正是他在工作 和生活上 无止境 对儿子退让的原因 他们的问题 究竟出在哪里 儿子小王的未来 又该如何规划 观察员王琼 首先提出了他的看法 从父亲的角度来讲 我能理解他 可能觉得自己 有缺位的地方 有做得不到位的地方 所以长大以后 工作上能帮忙的 尽量帮忙 但是现在会发现 一个问题 你给他找的机会越多 好像他将来的路 越窄 为什么 你通过你的关系 把他推出去了 推出去之后 他不能够胜任这些位置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你的资源越用越少 你的脸面 已经没有办法 为你的儿子的能力 去背书了 是让别人 更多的人知道 他没有准备好的一种状态 是什么样的情况 看上去 是在帮他 但是你贸然把他推出去 是在害他 第二个问题就是 凭什么吵架 打架 要你们都离开家里 那是你们的家 那是你们辛辛苦苦 赚钱买的房子 有他的份吗 有他的努力吗 当然 父母的这种爱孩子 我能理解 可是你们要知道 你现在是要解决问题 这个解决问题是什么 是在补救 因为不可能回到起点了 不可能回到他小时候了 我还可以慢慢地陪伴他 没有可能了 但是你们也要知道 这个世界上 没有完美的父母 每一个父母 都会出现 这样那样的一些 不足的地方 但这个不是 你在今后条件 稍微好一点的时候 你觉得自己有能力的时候 你去纵容 你去宠爱 甚至是溺爱他的一个理由和借口 你们现在越对他纵容 他将来就越危险 尤其是父亲 你呆狠心了 你现在是看他在外面可怜 你如果还是抱有这种心态的话 可能你以后会面临更加悲惨的境地 你们应该把他推出去 推向社会 第二个我想跟小王说 我觉得别人的正常的一个成长 应该是从地面上慢慢地站立起来 然后强大 你是什么 你的成长的过程是 不停地给自己刨坑 从地面上刨坑 把自己给埋了 然后你父亲的这种宠爱和溺爱 是在边上给你地铲子 自己给自己挖土 所以现在接下来你要面临的问题 就是说我怎么样做个人 做个堂堂正正的人 因为不管你是学什么专业也好 你以后做什么工作也好 人的性格底色是决定了你 未来会成为一个什么一样的人 为什么你频繁换工作 做得也不开心 我觉得前提就是 你没有责任性 你也没有担当 你在逃避问题 所以造成了你今天 一步错步步错 然后让自己毕业这么多年 过得如此的 自己也不满意 父母也不满意 可能身边的人 对你也颇有微词的一个境地 你说校园霸凌 我告诉你 校园霸凌我们是要坚决制止的 但是这个不是成为你未来 自己爬不起来的一个借口 所以我觉得一个人做人做到 说哎呀家里人都拿我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改变的时候 我觉得自己就要开始反思 今天场上你的发言来看 抽烟喝酒 它已经不是你的爱好了 我觉得你是有酒饮 就你一天不喝难受 或者你控制不住自己 一喝就喝醉 家里一清醒又想喝 因为你是一个没有办法自控的人 你知道自己在这个领域 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时候 不要踏入你 是最好的选择 你如果继续下去的话 要么没有身体 要么没有前途 所以酒是必须要建的 酒是伤害脑神经 会让你神志不清醒 会让你做出非常疯狂 甚至违法乱纪的行为 所以这个必须要解掉 你戒不了这个 你没有办法展开你新的人生 我觉得你从一个受害者心态的人 已经演变成了受害者人格 在小时候被欺负 爸爸妈妈有不对 老师也有缺失 他们没有关注到 这种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成长其实来自于两方面 第一 外界的压力 第二 自我的突破 其实父母心中知道 孩子要自我突破 但是你们用的是外界的压力 而孩子呢 他其实也知道要自我突破 但是他抗拒不了外界的压力 为什么小王在人际关系上 会碰壁这么多 他那些没有力量 他力量来自于哪呢 父母是第一位的 照我看来 父母是可以道歉的 我不会以父母的姿态来压着孩子 我把我的孩子当成我的朋友 其实小王数次提过 我没有朋友 我的先生不知道跟谁表达 借酒交抽 两位跟小王其实都提到了 那个小时候 这个所谓的这个霸凌事件 我会建议你 跟你的孩子这么沟通 爸爸首先要跟你说声对不起 爸爸在当父亲这个角色上 我没有及时帮你去出头 第一 我没有去找这个同学聊 第二 我也没有了解清楚这个事情 第三 我也从来没有问过 你心里的感受 但是爸爸今天跟你道歉 是我想告诉你 作为男人 我做错了 我可以认 我认 是因为我要想去改正 包括你今天所有的一切 不管是工作 喝酒 还是网贷 我一定是有原因的 比起解决这些问题 我更关注的是你内心的感受 你们把对孩子的执着 变成对他的关心 你们要关心的不是他做什么 而是关心他在想什么 如果你的孩子 能跟你敞开心扉交流 其实你们想的那些 他都明白 那么说到这里 我想跟小王爷提个建议 首先要告诉你 你不要自我攻击 你不要跟别人比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28岁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18岁 我只要告诉自己 我正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同时 你承认自己的不足的时候 你要主动寻求帮助 就是我们在跟父母沟通的时候 一定要把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 勇敢地表达出去 表达的前提 不是说我做对了就要表达 做错了就不能表达 而是我真实的想法是可以表达的 其实我今天看到你在 不管跟老师交流 还是跟主持人交流的时候 你很紧张 你在社交关系这一块 你是有恐惧的 你现在内心的力量 是来自于外界的认可 一个人被认可了 他才有勇气做自己 而有勇气做自己 他才会觉得自己有价值 我相信你突破了这个之后 你这些都不是问题 人生没有绝对的晚 你只要今天意识到了 你今天去做 你就成功了 小王先生 你得真要想 你个人的委屈 相比于这个家庭的未来 有多大呢 你知道你面临的是什么 第一 你正在失去窗口 你现在二十八 再往后 越来越多的单位会拒绝你 越来越多的机会不属于你 越来越多的姑娘 首先怕死 因为时间就是窗口 能力也是窗口 形象也是窗口 这个窗口对你来讲 是越跑越快 你一定要有这个教育 而且你还没有资格 面对这个焦虑 放弃斗争 然后你会面对你的父母 开始失去挣钱的能力 慢慢地 他们要依赖你 或者依赖这个家里面的基础 所以要么你的能力 不可以太小 要么家里面的积累 不可以消失 不然 将来不仅仅是失败家庭 而且是地狱家庭 惨不忍睹 所有的家长其实都是面向未来 才会焦虑现在 生而为人 双肩都是责任 所以你要有焦虑感 所以我很希望你重新去打量你的父母 他们是你最好的同盟军 是最想把一切交给你的 唯独的两个人 你不要抓住那些童年时代 这个父母对你怎么样 第一他们无心 第二影响未必有那么大 对吧 第三 他们已经做得够好了 接下来我要跟父母要做一点沟通 第一呢 往往父母太能干 孩子的选项会很多 反而会束缚他们能力的发展 我们竭尽全力给孩子提供这样的机会 那样的安排 其实是增加可选项 一个人不在破釜沉舟的情况下 他怎么可能爆发出自己的潜力 第二个 在一个家庭里面 父母首先是要担当设计和执行 更加合理的管理模式 在你们家里面 如果我们说家庭是无限责任公司 再加上你们手里的那个公司 两个公司 孩子在这两个空间 寻求成长机会都有同样一个问题 就是从不见证立志 所以他在这两个公司里面 其实都是什么呀 不定岗 不单责 所以他根本找不到自己的价值 从家庭到公司 怎么给他钱 完全靠心情 包括内心那个对不起孩子的那个所谓的那个考虑 都是靠什么呀 人质而非法治 请问哪个公司能办好呢 哪个人才能在这里会变成真正的人才呢 都会变成庸才 是吧 所以我认为做父母的就是设计制度 坚持制度 首先要讲的是对事不对人 其次才讲有理又有情 我认为这样当父母特别简单 特别轻松 而且孩子也能理解 有一句话讲 这个养女如养花 那真的是要一直照顾下去的 但是养啊如种树啊 当它是小树苗的时候 我们可以一日看三回 差不多的时候 我们就不应该天天去看 胡建云指出 小王不宜放大童年的伤害 忽略当前的成长 作为父母唯一的依靠 小王应当学会担当 尽快独立 而父母也要及时放手 不应该无休止给儿子提供机会 包办他的未来 调节团队说了这么多 他们各自又会做出怎样的调整呢 密室环节随即展开 不是说不站在他妈妈的方法不对 我承认是对 进入密室后 王先生首先表达了对妻子教育方法的认可 他解释说自己已经意识到纵容儿子的危害性 可是对于儿子的未来 他依旧放心不下 内心的自责与焦虑易于言表 见此观察员王琼给出了他的建议 其实我觉得你们做得很好 就是正常父母差不多都这样 而且他不停地讲这个伤害 是不是真的是我这个给他造成的伤害 给你造成了一种精神虐待 对对对 给你们的情感和精神造成了一种虐待 他总觉得亏欠 对就是第一问题 第二个问题 你首先把它变成一个正常 你才能再能解决下一步的问题 观察员提醒王先生 要想帮助儿子成长 首先得把自己 从对儿子童年伤害的自责中拔出来 其次是引导儿子改掉生活中的恶习 学会自食其力 随着交流的深入 王先生紧绷的神经 渐渐得到了放松 觅识另一边的儿子小王 说出了一个 场上没有提及的问题 有时候说的他生气 他主要好多人谈得好好的说 或者你跟他说的时候 反正他生气 父母生气会让你感到害怕吗 对我不敢再说了 就不敢再表达了 对 本来被信人 忽然间就不信人了 我现在认为外边 那个小学生原因是在30% 70%是在家庭 在家庭父母对我疏于管理 小王吐露 童年时候的伤害 不是造成他消极堕落的主要原因 真正的原因 出在父母与他的沟通上 毕业以后 小王曾经尝试过 与父亲沟通工作中的困扰 也许是父亲对他太过失望和焦虑 他们的交流都以失败告终 久而久之 性格本就敏感 内向的小王变得更加自卑消极 不再轻易表达自己的想法 他沉迷抽烟喝酒 借贷消费 以致造成一事无成的局面 通过调解团队的点拨 小王已经逐渐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 除了向观察员赖德伦 讨教与父母的沟通方法之外 他主动提出 想要当面向律师王穷 请教法考的方式方法 调解团队的轮番沟通和建议 使得这次看似艰难的调解 变得越来越顺畅 回到场上的他们 又会做出怎样的表态呢 调解马上回来 我们现在密室结束 先了解一下 父母二人和小王 大家有什么想要说的话 现在也是在慢慢调整 也是慢慢做 现在久确实比原来进步了 工作想的是在这个 在我爸这里 孩子想以场子为主 但是我也想有我自己的爱好 所有孩子能够农历 能够正常过达个人的生活 给老师们说 叫孩子给我画一个杠杆 我哪一个东西 叫我怎么办 我们家俩才能够正常沟通 正常相处 我们金牌调解有一句谚语 当一位父亲 不知道怎么处理问题的时候 往往是因为 他不知道母亲就在身边 你的爱心 我相信你的孩子 慢慢心里清楚 但是怎么具体去管理 我建议交给你 妈妈去处理 行行 对 他可是个大明白人 调解的最后 王先生决定放手 让儿子独立成长 这是对自己的解放 也是对小王的信任 过去五年 王先生满怀对儿子的亏欠 耗尽心力替儿子铺路 这种压苗助长的方式 不但伤害了妻子 也没能引导儿子自我成长 索性经过今天的调解 王先生已经明白 儿子的路需要他自己走 只有教他学会独立和担当 才能独当一面 我们也希望小王 能像自己承诺的那样 戒掉恶习 在自家工厂好好锻炼 为父母撑起一片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